首先 我感谢大家的先来 关于最近的恶意新闻 我有两点要生意 第一 我与苏女士 快来 快来 你不能进去 你不能进去 七年前因为彼此相爱 而结为夫妻 玛丽 玛丽 这不行 你带我进去 袁当初 你不能进去 我 我与她 互相信任 一路扶持 绝没有因为异地而背叛彼此 更没有外人所传的 分居 离婚 私生子 堕胎等恶意行为 第二 对于恶意诽谤 传闻我们夫妻不和 以及诋毁我妻子苏北 等媒体 以及个人 我公司将采取法律措施 追究到底 司总 司总 麻烦看下这边好吗 小心 司总 谢谢路总 好 麻烦再来一张 好 好 快进去 好 好 来 路总 看下那边好吗 看这里 看这里 这 都这一步了 你为什么还要维护她 到底为什么 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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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再接收一下 我们能开往吗 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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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影响到了幻珍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为了幻珍上市 我不会跟你离婚的 但你立刻从我家搬出去 我一刻都不想见到你 彼此彼此 滚出去 去意大利调查的人回来了 速尾流产的事情是真的 你还要拿确定的事情 一而再再而三地羞辱我吗 孩子是你的 速尾到意大利以后 你伤心过度 患上了心碎综合症 发现怀孕的时候已经晚了 孩子确实是九州 可以确定 是在国内怀上的 我喝我的酒 陆总 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宽了 我喝我的酒 那孩子是我的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 告诉你什么呀 告诉你 孩子是你的 你会信吗 你当时那么凶 说话又那么残忍 我敢吗 怎么 你现在气消了 知道孩子是你的了 就知道来看我了 那 你是来看我笑话呢 还是来可怜我呀 喝酒上身 喝酒 当我知道孩子 存在的那一刻 我就已经体无万福了 你不觉得你现在来看我 有点太晚了 有点太晚了 你不觉得你现在来看我 你不觉得你现在来看我 好想看我 都好想看我 咱就好想看我 咱就像她的那种